台湾 台灣在17世紀大航海時代的時候 它就介於中國、日本跟東南亞之間 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 它就使它有機會成為很多人群來往交流的一個重點 台灣雖然是一個島 但它就在歷史上又好像分成兩半 在所謂的西半部表面上看似乎是所謂的平原地區 但是因為我們西半部的河流幾乎都是東西向的河流 那這東西向的河流就把西半部的地理空間 就切割成好幾塊 東西向的河流讓南北的交通受到很大的阻礙 在這種山高水深 然後又有很多地理阻隔的情況之下 就使台灣的那個地理空間 形成一種多種區隔 又有多種環境的這種樣態 那進來的人呢 他進到不同的空間裡面去 從海岸一直到這個近山的地區 到中央山地 然後又落在不同的點上面 有的是在海岸地帶 有的是在平原 有的是在秋林地帶 那這樣它就會因應這樣子的一個生態環境或地理空間 然後它會發展出不一樣的所謂的回生方式 那這些回生方式 其實不至於我們單純講說一個技術性的東西 它就隱含了不同的拓肯的這個制度 就是開肯的時候用什麼方法什麼樣的制度 然後這個制度又帶進來 會造成這個地方社會的構成 會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 地理地形的這種複雜跟多樣 然後配合上這個台灣 十七世紀以來不同時代的人 移進台灣以後的不同的弱點 然後不同的託肯方式 不同的維生方式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 可以說是好像是一個島嶼的台灣 但是其實是多島的這種歷史的面向 如果把台灣島作為一個人們生活的空間 那只要曾經在這個地方 進進出出過 不管是十七世紀的荷蘭人或西班牙人 或者是鄭成功帶領的軍隊 或者是後來的漢人、清朝、日本人 不管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 什麼樣的政權 他們帶進來的都是這塊土地的歷史 我們講漢人好像它就是一個族群 其實它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裡面所謂的人群是差異蠻大的 1949年政治性大贏民的時候 來自全中國48個省市地方 有這麼多不同地方的人來到台灣 那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族群身份背景都不一樣喔 但是他們表面上都匡在漢人這個架口下 所以我想我在這裡所談的 最主要就是談這一群 原本不是台灣在地的人群 他們如何從他們的原鄉來到台灣 然後在台灣如何落地生根 並且在這裡形成一個土地的關係跟在地的認同 所以我們可以去年紀念 開啟小餐廳 我們在山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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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東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